現在的工作是什麼 水電 水電這也是一個技術耶 回來林口 那之前呢 我剛關10年半回來 你幹嘛問啦 到了關第四年的時候 三月到六月間 男男先走 叫他媽媽 然後那時候就是整個人就 崩潰啦 靠自己的朋友 才開始整個改過自信這樣 那都不能走 有回來看他們嗎 有回來奔山 奔山 但是沒有見到最後一面 看不到 看不到 看到最後一面 我們從小就在同村的 其實我之前就有一段婚姻了 老公在七八年前走了 死到還走了 之後兩年走不出來 現在就有從小到大 同村的玩伴啦 他是當作自己在照顧 以前是乾弟弟那種感覺 現在是X弟弟 這個老闆娘很有個性喔 剛剛我們原本是當成預約的客人 我們是跟他預約六點 但是現在已經七點快八點了 跟他說可不可以言一下 媽媽就說不要 我不接不好意思 那怎麼辦 後來沒辦法就說 羅斯風他來撿 直接表明這樣 對對對 他說他現在從家裡趕過來了 真的喔 喔 來囉來囉 好媽媽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們今天拍攝有點延誤 真的真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闆仔 跟妳相處嗎 有的會 應該不敢吧 妳就這樣撩起來 媽媽可以給我們欣賞一下嗎 熟的可以嗎 這邊我們是以對 喔喔 這裡也有喔 哇 這是藝術 這真的是藝術 現在蓋掉了 原本是一個小吹笠 吹笠是什麼 吹笠是一個卡通圖案 那現在這是什麼 鯉魚啊 因為那時候是我兒子第一句話 就只會叫吹笠吹笠 我說好 你媽的請就叫你算 吹笠吹笠吹笠 吹笠吹笠 你看啊媽媽爸爸唱 你看我們聊到現在 大姐的個性很豪邁 豪邁豪邁 真的看起來你說她有在混過我們 我相信啊 那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現在的工作是什麼 水電 唉唷 喔水電這也是一個技術耶 回來林口 所以現在有正當的行業嘛 那之前呢 之前真的要講嗎 講話沒關係 你現在又沒有做壞事 我剛關十零半回來 你幹嘛問啊 人總會有走錯路的事喔 但是大哥大姐 你看我們進來到現在 他們對人都熱情如火 十年半是什麼事情 方便說嗎 方便說嗎 方便說就是 放賣跟開工 但我相信大哥今天敢在鏡頭前 那麼坦然的講出來 表示這十年他在裡面 已經喜心革面也懺悔了 所以大哥進去了那十年 在裡面 生活大概是什麼狀況 就是譬如說 這樣子一半的空間 然後要睡八個人 包括洗澡 吃飯 上廁所 都在同一個空間 廁所也在同一個地方 對 喔喔喔喔 初期空間是大家一直問你的 都一樣 那在裡面其實 思考的東西 我相信一定比在外面多很多 對啊 坦白講 到關於第四年的時候 三月到六月間 男男先走 叫他媽媽 然後那時候就是 整個人就 崩潰啦 靠自己人可以 對 還開始整個改過自信這樣 對 那都不敢走 嗯 有回來看他們嗎 有回來奔商 奔商 但是你們見到最後一面 看不到 看不到 看到最後一面 那就是安分的關完 然後回來 重新再來 那在裡面都在幹嘛 做工 只有沒有 手機可以打 沒有錢可以花 有煙可以抽 什麼都一樣啊 有東西可以吃 有啊 你這樣講裡面好像還不錯耶 哈哈哈哈 沒有啦 你當機差不多啦 欸 顧商 我我我我沒有辦法想像 你 喔 沒有啊 那你就進去看 哈哈哈哈 沒沒沒 但大哥 那十年的光陰都在裡面耶 嗯 那 你覺得外面最可貴的是什麼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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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跟姐姐應該也是近幾年才認識的吧 沒有我們從小 我們從小就在同村的 其實我之前就有一段婚姻了 兩個小孩子都大學生 喔 老公在七八年前走了 死到還走了 之後兩年走不出來 現在 應該就有從小到大 同村的玩伴了 所以也算是青梅竹馬了 可以這麼說 對對對 他是當做弟弟在照顧 喔 以前是乾弟弟那種感覺 啊現在是X弟弟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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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聊天 對啊對啊 你們很後悔以前沒有拔到他 應該是以前不敢講啊 因為 我已經結婚生小 結婚了 欸 不能講 結婚了我去做招待耶 啊 真的假的 真的嗎 是父母講什麼你們都聽不進去的 完全 欸 沒得聽 啊後來為什麼就是開始變乖了 壞到 爸爸也哭了 媽媽也哭了 他流淚我就跟他講 我既然能夠壞到這樣 你放心我一定讓你有面子 你看後面喔 我們現在看得到嗎 你看他生意其實是算不錯的喔 很好耶 客人這些籃記是記在這邊喔 對對對 來大哥你看那本 你看 你看 有多少 我只給100位 你能想像嗎 一間這樣小小的店 大姐有100個固定客 會來這裡檢訪嗎 外來客不算嗎 你看大姐做到什麼 我就是好好經營這100個客人 我每一個我都顧得很好 這就是做生意的方法 應該是說時間方面 青年就在做約客人 那你在做當然的客人的話 做到好像八個點 又不是你在做 所以你看大哥剛剛講那些 表示他都知道大姐在店裡的 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怎麼樣 會心疼嗎 你這樣 是會啊 晚上他要幫我按摩 不按不行 喔他會幫你按摩 他會按摩 他要按 因為按會上去 呃 那隻鯉魚現在是他喜歡的啦 鯉魚 鯉魚 好最後我們來聊一下你寶貝兒子 是 我有兩個小孩啊 那老大他是很穩壯 很體貼的一個小孩 但是他為了他爸爸走 然後跟我講說 媽媽幫我辦休息 那時候他才大二 我要回去幫你賺錢養弟弟 那時候我就受不了 教授要送他到國外 他就不去 嗯 我媽媽 有經濟壓力一下 所以有經濟壓力 怕媽媽 會倒下去 對 所以 他也很貼心 然後結果他連碩士也放棄 蛤 你都一直勸他說你賭 沒關係媽媽搶銀銀銀 你搶給你賭 我兒子也很體貼 你想我嗎 你兒子現在有經濟風暴 希望兒娘能贊助那麼一點 他現在說 發放六千塊 就給你啊 鼓掌 這次政府發那六千塊 很多人都是給爸媽 我兩個兒子都給我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都是給爸媽 怎麼跟我家都不一樣 我們家都說 爸你那個給我好不好